我一定不可以被人民力量分裂 也都不可以被人民力量被人瓦解 因为这个是进步民主派的标记 当然有些主要人物走了 但是做群众运动 我们一定要相信群众 当年组织社民营的时候 没有什么人相信 社民营会发展到早前的地步 我当时跟他们一个简单的分析 全世界各地的议会选举 取向都是 当你有直接选举的时候 一般来讲激进民主派 多数都会有10%至15%得票率 所以当时我跟陶军恒 有这样说 陶牛他们都是这样分析 我说如果我们能够组织一个 香港民主派的左翼激进的 是社会民主主义路线的 我觉得在这个选举方面 如果那个讯息是传达到 还有人选是适合的话 我是有信心可以拿到 10%至15%的选票 而这几年的发展也都证明 市民的取向是这样 我自己做了这么多年政治 我觉得香港特别中国人 搞政党或者名义上搞政党 其实他们不是在做政党 不单是进步民主派 其他民主派也好 甚至是工商界也好 是搞憑党多于搞政党 因为你搞政党是有机制 有系统 有纲领去做事的 你不是基于一个个人的喜好 不是基于你和我个人的关系 而决定一切的 我觉得要逐步令到香港人 特别是中国人有过政党的思维 政党的模式去进行政党的组织 都希望可以逐步走向这个方向 但是发展到今天 很多人士 包括一些很结出的民意代表 或者很有魅力型的领袖 都是搞憑党多于搞政党 我经常觉得做政党也好 做议员也好 其中一个最重要就是 人民授权给你之后 你怎样利用授权去表达你的诉求 我妈 谢谢大家